什麽成果 可以講 但是大人得在這裏 要實際的操作 就看你那個幅度要怎麽樣 好,再來 Better 讓國家複強裏面有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軍隊的品德 那軍隊的品德裏面有一個叫做 戰場上的勇氣 他這樣說 Cowardly and undisciplined 沒有紀律 他跟懦弱、膽小的軍人 是無法驅逐、好戰的敵人 你了不懂 你的阿兵哥都很膽小 你的阿兵哥都沒有紀律 那你可以抵禦外強嗎 沒有辦法 你要說 應有的品德是什麽呢 不畏懼敵人 你這樣不怕敵人 你就是國家最堅定的支持 那軍人的勇氣呢 就是令體的畏懼 那如果國家以此為民的話 比較少受到攻擊 你從歷史上很多的那種 那種經驗裡面 你就可以看得到 這個國家的人民 比較勇敢 這個國家的軍隊勇敢 人家比較不敢侵略他 比較不敢侵略他 那比較容易的就是那個 希臘的那種 斯巴達 有吧 他是不是那個六龐龜 那三百種的是那個 那是不是那個斯巴達 那是都很漸漸的 那他就比較容易抵禦外橋 人家不敢打他 因為打他的成本太高 后来他这里比较举例子 瑞士 这个瑞士这个国家出现在万国公团的例子 他有超过两个世纪的和平 但是他的周围国家都在战火的摧残之中 那有人啊 瑞士的人 他们是高建筋 又是高建筋的 建筋没啥会输的 瑞士哦 现在瑞士是不是中立国 对不对 那他为什么会变成中立国 你要去看瑞士的那个 他整个过去的历史 你就可以发现 当瑞士人 他们是他们周边国家经常在想要侵略他 来不短期在建筋 你看以后你上面几百个看一下瑞士的历史 你会发现他们经常在战争 都是在抵抗人家 都是在抵抗人家 在国家追求和培养英勇的品德 所以我们做国家的 我们就要去培养英勇的品德 那怎么培养英勇的品德 教育 不就是你的 你的什么 一些电影啦 还是说一些电影啦 一些这样子的宣传 还有说一些教育上面 你要感受到那种英勇的事迹 然后去赞美 这些英勇的品德 你就可以追求和培养 那做沙奥美的人 就要尽可能鼓舞人民 具有英勇的品德 要去护护 有个人 我这种英勇的表现 要怎么 给你讲理嘛 要个表扬嘛 对不对 主要是事迹可以拍什么电影啊 对不对 可以可以写成书本啊 然后一直流传啊 这个都是 再来 官网友记够不够 让国家强盛 还是不够 还要有其他军事上面的 这个美的那个品德 第一个 军队要有指挥官的能力 指挥官的能力要好 所以你看美国有什么 西典军校 要训练 然后军事纪律 然后做军人的要朴实 要朴实 不然要 要注重体 然后战绩要熟练 还有一个要习惯疲劳与劳力 你有没有看那个 discovery的频道 放过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混乱的过程吗 你会发现 是不是很跳远 真的就是很累 就是让它习与 疲劳与劳力 这样他追战症的时候 才会冲一下 那他这边也是举一个例子 郭国海军 他就举瑞士这个例子 那瑞士这些军队 他应有冒险 而且他们要研究兵法 他们习惯辛勤 习惯辛苦 然后很勤劳 然后他们对战绩也非常熟悉 还有一点 他们的这些人民 瑞士人 就是热爱自由 他们把自由当作一种 很崇高的价值 他们要维护他们自己的自由 不受人家的拘束 所以赢得出口建筋 然后而且他们均确是遵守纪律 那这个案例里面 可以从 网络公网里面他提到 他讲这个案例 就是讲这个 Battle of Drew 这是一个1562年的行程 也在法国第一次宗教战争的行程 那个时候是一个新教 Protestant跟这个Catholic 这两个不同教派的人在战争 那在法国里面发生的 那这个Protestant的地点 是在这个 叫做Drew 这个地方离巴黎不远 那他们发生一个战争 这个战争 有些人在战争的状况 还画了头 然后我们后来的 后来的法国的一个历史学家 他就这样战美 战美那些瑞士的军队 然后在这个战历里面 他这样看来看去 看到瑞士这些军队 在每一次的这个 每一次的战役之后 不管是 不管是用这个步兵 还是祭兵 还是跟法国的 还是跟德国的 在比较 那瑞士的军队 跟德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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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的军队 他是有纪律 人家战美他们这个 瑞士有纪律 然后 acquire the reputation of the being the best infantry in the world 他们是全世界 最好的步兵 这些历史学家 透过这个战役里面 他们去分析 然后给瑞士军队这种评价 所以赞美瑞士军队 所以国家要富强 要足够的口去打仗 然后要 再来你的军队要有纪律 军队的人要勇敢 整个人民要勇敢 再来就要有纪律 接下来一个第三个要素 就是要财富 你要足够财富 因为战胜需要昂贵的支出 所以财富补于力量 要怎么国家富裕呢 第一个 三个人的收入 其实是国家的收入 就是公共财产 就是你的税收 还有一些公共的财产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层面来看 那是私人的财富 因为私人的财富 可以贡献国家的需要 那在国家急迫的状况之下 Sovary可以运用人民的财富 来支出防卫 现在是Sovary的权利 现在是Sovary的权利 所以你在看过去 一些战争的一些 一些历史 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 你会发现 好像国家在征收人民的钱嘛 国家在征收人民的铁器 好不好 那这个都是Sovary的权利 国家管理之一 目的就是要抵御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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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尽雄的管理 那国家要努力使公部门 还是私部门富有 那怎么让他富有 当然是要努力外贸 跟商业活动 促进商业活动 促进经济 然后促进经济来拼经济 这样你整个国家才会富有 那接下来 但是三个人要注意 你要保存和保护 有利润的产业 不然说你在发展经济 或者里面 你所有的财务都没有 帮帮处理外国 这样你老人国家 你就没有足够的财富 那没有足够的财富 你真正要需要战争的时候 你就没有钱了 你就没有钱了 再来 The nation all not to increase its power by illegal means 国家要努力 它的利润 不可以用不合法的手段 他这里面有讲到 law of nature 在自然法则里面 是不 这种行为是不可以互相矛盾的 他举这个例子 他来解释这个道理 你国家我虽然要富强 我国家虽然要有力量 我的力量是因为 我要保护我自己 我要维护这个国家的安全 我要维护这个国家的存续 但是你不可以因为 我要有钱 有力量 然后我的行为是比较 不正当的 安全的需要 所以我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 包装了一个目 高崇高目标之后 我就可以做 按公共网里面讲 不可以做 你不可以做那种事情 所以我们经营国家 一直不可以做那种事情 但最简单的例子是什么 你买国家富强 买国家富强 你国家去生产鸦片 买鸦片 买毒品 去给法国 你为鸦片的毒品 拿着钱回来 这种行为怎么可以 当然不可以 这道理是这样子 我们是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来看 所以他这边举个例子 你自己如果为了富有 那你不可以为了富有 然后去掠夺鄰居的财产 所以掠夺鄰居 当然是一种不公不义 不成不序的行为 这种行为本身是不被允许 那不被允许 你不可以包装说 我为了要富有 所以我可以去 去掠夺人家的财产 这不可以 所以这个 《奉国共网》里面他在讲 你国家 即便你国家是想要 增加你的力量 你也不可以用不合法的手段 那再来 power is by relative 你的力量是 是比较性的 不是性的 那你要跟谁比较呢 要跟你的灵国 要跟你的灵国来比较 或是说你操作灵国 没血来比较 但是他在讲 只要你是被尊敬 而且有能力击败 攻击神的话 你这个国家 就有足够的力量了 你必然要跟灵国 只要跟灵国的力量相当 叫灵国有优势 必依靠优势 这样就好了 然后防止灵国成为有主导力 而且令人生畏的力量 那你这样子你的国家 要维持你国家的这种力量就足够 那这里面就会产生一个思考点了 你为了防止灵国成为 有主导力 而且令人生畏的力量的话 那你是不是两个方位 开始军备竞赛 这样开销很大 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很合理的 合理的这种军事武力的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 比如说集体防卫 这些概念 集体防卫 那集体防卫在安倍晋三 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 他们重新解释集体自卫权 那就是 就是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 那所以在标题来讲 Japan who permits great use of its military 这是你会时报讲的 在2014年的时候 他们重新解释 然后集体自卫权里面可以从这个 北纳西洋公园组织里面 可以得到一个概念 北纳西洋公园组织里面 总共有28个成员国 那它里面有讲到 什么叫做collective defense 叫做集体防卫权 它所谓集体防卫权的意思是说 只要我的成员里面的其中一个 被人要攻击 那就视为对于我所有成员的攻击 那我所有的成员就会一起 协同然后来打击 那个攻击我成员国的那个对手 这叫集体自卫权 这叫集体自卫权 那这个集体自卫权 在北纳西洋公园组织里面 它是根据华盛顿条约 华盛顿的条约 那它是在它的第五条里面 那北纳西洋公园组织 第一次使用这个防卫权的时候 是在美国招售911 被恐怖攻击的时候 他们第一次引用这个集体防卫权 那再来他们集体防卫权里面 在其他的国际事务上面也有着索 比如说在叙利亚的情势里面 你把我使用集体防卫权 然后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 那种克里米亚的争端里面 他们也有行使这个集体防卫权的手段 那另外在这个北大西洋公园组织 集体防卫权的第五点 那这个集体防卫权其实是在 那个 那个联合国公 联合国的那个县堂里面 它是被允许的 允许每个国家有自己的 个别的跟集体的防卫权 这是允许的 这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 这是国家主权的保温 那回头来看日本跟美国 他们有一个美日安保条约 要严议属 赶快建议属 假设在我日本的领土里面 那在我日本统治以下的领土 如果遭受外力攻击的时候 那就是四同点对美国攻击 那美国就可以配跟日本一同协同 来遇这个攻击的那一方 就叫做美日安保 有这个条约 那这里都有讲到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self-defense 他们是承认的 所以即便他们的宪法里面说 他要放弃武力 但是你这种被人家攻击 你的防御的权益 这个是不会消失的 你当然不会主动去攻击别人 但是当你被人家攻击的时候 你本来你就有权益 去抵御人家 所以这个是不相冲突的 概念以来的话 其实不相冲突 不相冲突 那这个概念 这个集体皇后卷宇在他们的 这个美日安保条件里面的第五条 第五条 就是这样 他们双方承认 只要在日本统侠下的领土 遭受武力攻击的时候 那就是视同对于他们两者之间的这种威胁 那他们是可以共同来抵御他们的这个共同威胁 那在这个是集体皇后卷宣跟个别皇后卷宣在联合国现场里面都是被允许的 那为什么大家 为什么在国际之间会形成这个 攻北大新的公威组织 免资安保 其实这跟国家 这跟国家 那种保卫国家自己 保卫国家自己 保卫国家安全是有关系的 这个概念叫做Circle of Safety 就是你的安全圈 在这个安全圈里面 就是比较安全的这个范围 那这个怎么样构成安全圈呢 你在进入你安全圈的这些国家 就显示比较信任 比较合作 比较友善 他可以让共同来做来自己的国家 那这个形成叫做安全圈 那当你这个安全圈 越化越大的时候 你这个国家是不是就越来越 那你需不需要自己国家 去准备很高的军备 然后来抗议其他比较危险的国家 就不需要 你就把这个安全圈划大一点 然后加入你这个安全圈的 这个国家就越多 像这个北大新疆公威组织 一个28个 有28个 所以他的安全圈就化很大 那每日安保条约 一点点够 然后再把安全圈 画在美国 在日本的同侠的领域里面 然后他的安全圈就画在 画起来 那在这个安全圈里面 就是美国跟日本紧密的合作 然后我们抵抗这些外在的危险 那对于美日安保条约来讲 他最大的危险在哪里 就来自中国 来自北韩 对不对 来自东北亚这边 来自东北亚这边 所以这叫安全圈的概念 所以以后我们执政的时候 假设台湾政治走上 走上这个正常路线之后 我们也要把这个安全 要考虑在我们执政的范围里面 那这个安全圈的考虑 也提供大家一个思考方向 我们医生谢谢